对于当下的很多人来说,孟三国游戏是非常有意思的,尤其是关于孟三国的攻略和技巧,有时候还有很多隐形的小技巧,只要掌握得好,往往还可以在游戏中救您一命,但是如何才能够触发这些隐藏的技巧呢? 对于玩家来说,只要是把握住他触发的有机条件,就能够很好地发现他的隐藏效果有哪些了。 对于诸葛亮的防技能来说,要先W后额,这样一般来说会等很多,净化可以帮助备阳的队友,净化备阳的效果,说起来赵统的意义也具有净化的效果。 还有就是在董卓成功地勾人之后,其实可以在空中用大将将人进行潜逐的,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勾过来,却出现被控的尴尬。 释放玄灵火可以有效地降低法抗的作用,对于想要赢的玩家来说,不要留着抢人头了,对于阵法来说也是可以分为装备阵法和技能阵法的,他们也是可以叠加的。 一般来说装备阵法是不能够和装备阵法进行叠加,但是技能阵法却是可以和技能阵法叠加的,像徐晃的就可以出帅棋,七血透盔,装备阵法加技能阵法加加法球七血。 灵鹰的意是完全可以传递大招的伤害,如果大招放在地上的话,意就需要接触到大招,意的范围内会有大招的百分比伤害。 对于英雄来说都有普通攻击出手的速度,这种办法可以将出手的速度尽可能地提升到极致,想要出手的速度快,就要在出手之前快速地点击地面两下,然后再迅速地点击地方的地面两下,去了解点维和董卓用这种方式,就完全看不到对手的攻击。